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陳漢華要在2045年 讓印尼GDP擠進全球前五名的總統左柯威 4月30號會見微軟執行長納德拉 成功在AI領域再下一程 微軟2021年在當地設立首座資料中心 現在加碼投資17億美元 折合台幣超過550億 是29年來最大手幣 將在設資料中心等基礎設施 還將培訓84萬印尼人使用AI 目前印尼從金融 鐵路到電信 許多領域早就透過微軟生成式AI 積極提高生產力 不止微軟回答今年2月時 也和印尼電信業者簽備忘錄 合作開發人工智慧基礎設施 路透社4月引述印尼官員 說雙方還會再砸2億美元 超過65億台幣 在中爪哇的梭洛市建AI中心 看卷當地有良好人才跟5G建設 如果現在不去佔領這個先戰的機會的話 未來其他的廠商進去的時候 那麼其實中間的利潤就不會這麼大 管理公司科爾林研究顯示 2030年AI有望貢獻東南亞GDP快1兆美元 其中印尼的數字就高達3660億美元 畢竟AI仰賴大數據 人口多就是紅利 印尼不只有快2.8億人 還有超過310萬名開發者 使用微軟旗下軟體協作平台Github 數量年增超過三成 而且亞太區指數中國和印度 馬來西亞同樣有人口優勢 還是半導體後段封裝重鎮 而新加坡曾被台積電創辦人 張中某清點是晶圓廠營運的好地方 越南則是同時享有CPTPP和RCEP 關稅優惠 以上總總都成為東南亞AI潛力 人工智慧是大勢所需 東南亞多國積極招商引資 想獲得巨波青睞 成為AI領域全新濫害 華視新聞黃澳天蘇雲寬 台北報導